十大封号武帝之一 爵士虎飞扬在天荡山脉宇宙 于十五年后转世重生 化为天水国公子李明霄 开启了一场与当世无数天才相争风的逆天之旅 义冷冷的说道 听见了吧 此自己也承认了 你们如此丢人 难道还不许我说了 该死 那青面獠牙之腰双拳捏的抱响 上前请命道 慈大人 请让我出手教训这狂妄无稽之辈 慈说道 义大人说的没错 你退下 大人 青面獠牙之腰怒吼一声 气得青脸变黑 身上的原力荡漾起来 却又无处发泄 另外两名妖族大能也是脸色寒了下来 慈说道 我理解你们三人的愿怒 但义大人所言并没有错 若是不能正视自己的弱点 正视两族之间的差距 整日生活在狂妄自大里 还如何振兴我族 身后一名大妖冷逢道 加上他们就能振兴我族了 不过是多了几只只会内讧的蠢货 而且还和人族勾结在一起 真的是荒唐至极 他冷冷的看了一眼 跟在后头的唐庆 目光中浓浓的杀意 唐庆始终是一脸的颓色 似乎有种万念俱灭的挫败感 一言不发 即便那名大妖直接针对他 也是面色平静 置若罔闻 清说的没错 那清面獠牙的妖族 讥讽的说道 若非商大人炼化了本族质宝魂天仪 本座岂会跑来这红月城 当年若是商大人未将魂天仪带走 也许我妖族还不至于落入此番地步 词的脸色一变 喝道 闲 你过分了 清面獠牙之妖冷横道 我过分 我看这些所谓的仙辈是指望不上了 不如我们将魂天仪带走 振兴妖族 指日可待 他望了一眼 另外一名大妖说道 蒙 你怎么看 那名大妖身上挂满玉石 头戴一顶银盔 上面阴光艳艳 蒙 面色平静 我赞同你们二位的看法 但我还是听从此大人的吩咐 贤冷横道 此大人的命令自然重要 但我们三人皆为八部族之掌 当有自己的看法 毕竟我族兴衰 人人有责 清冷冷的说道 我赞同贤的提法 让这些人交出魂天仪来 毕竟时代变迁 现在的天舞界 已经不是这几位前辈的天下了 义轻蔑的看了他一眼 痴晓道 当然不是我们的天下了 而是人族的天下 你果然是德行难改 轻气脑道 慈大人 我们非常尊敬您 但若是您一意孤行 怕会害了整个妖族 慈那如同宝石一样的双眼 慢慢的变得浑浊 脸上的皱纹也增多了起来 若是你们还尊敬我 就不要捣乱了 大人 贤猛的一跺脚 震起漫天水气 哗啦啦的落在海中 荡起无数波纹 就像是他的内心一样 无法平静 慈淡然说道 没有伤大人的话 人类是难以战胜的 你们都是八部族的族长 整个妖族的最强力量 但是 安已经陨落了 他那浑浊的眸光 在瞬间化作清明 随后又黯淡了下去 什么 所有人都是一惊难以相信 离惊叫道 怎么会 我部下的天蚕百兽阵 除非有一百个李云霄 否则都得死在里面 慈说道 李大人说的不错 那阵法的威力 我十分清楚 而且有此阵在 安就算不敌 也至少逃离无恙 但令人惋惜的是 他的确是陨落了 该死的人类 贤咬牙切齿道 安一定是背负着我族荣誉 所以不肯逃走 这才死战到底 不幸陨落的 慈大人 我们杀回去 给安报仇吧 慈的情绪非常平静 淡然道 不用回去 哪些人类 已经通过指针过来了 他转过头去 说道 伤大人 我们此刻如何是好 之前的争吵 伤至始至终 都没有说一句话 似乎在沉思什么 此刻才开口说道 李云霄 乃是身怀天命之人 若是被安杀死了 我反而会觉得奇怪 此人命数之强 绝不会轻易陨落 现在离开这太虚换店 才是正途 我们先进去吧 尽量不要和他们起冲突 什么 贤大怒道 现在有人类杀了我们的同伴 而且是八部组长 竟然不战而逃 是我听错了吗 伤看了他一眼 说道 要战的话 你就自己留下吧 本座身边 不需要蠢货 贤寒生说道 我们留下也行 你将魂天仪交出来 我们几个人 现在就走 慈贺道 不得放肆 听商大人之言 进殿 谁敢不从 便是抗我之令 当场击杀 慈大人 您 贤和亲 都是一脸的难以置信 怎么也不愿相信 慈竟然会为了维护伤 而对他们八部组支掌 轻易言杀 只有萌 还是脸色平静 就像是一块千年石头一般 怎么都不会有情绪 慈冷声说道 走 他手中一道光芒闪动 化成一根木质拐杖 上面嵌有星云图案 一晃之下 顿时一道光芒 将所有人罩住 往那太虚幻电而去 突然 天空中涌起一阵波涛 整个天色疏然暗了下来 那层云之中 似乎有一道光芒 急持而下 像是天外彗星 横扫长空 往那九龙飞铺前坠下 整个空间受到那一点光芒之力的影响 层层压了下来 似乎挤成一点 成为那一道光的尾巴 在天上变换出奇异的景象 不好 此突然轻声一鹤 顿光立即止住 所有人同时显化而出 他立刻道 散开 天空中的那一点强光 竟然是朝着他们积舍而来 威力之强 像是大山压顶 整个海面受到那股威势的挤压 方圆千丈内的水平 直接压下了十余丈神 但在场的无一不是巅峰强者 此一言落下 便有数道光芒瞬间 飞射向四方 顷刻间就在摆杖之外 那一点强光终于落下 竟是一道箭矢 直接射入大海之中 整个海水爆开 凝成一股无匹的龙卷之力 惊起千丈巨浪 涌向云端 恐怖的异象在海面上出现 巨大的水柱 不知方圆极许 源源不断的冲向长天 一片汪洋逆流 壮观的景象 瞬间将那太虚幻电 和九龙飞铺都比了下去 此力声喝道 是谁 出来 那巨大的水柱中 突然飞出了一个光球 在空中慢慢的飘荡 球内一抹紫色身影 背着一副巨大的长弓 泼的一声 光球破碎 那道紫影一下子掉了下去 他的一声踩在海面上 身体随着波涛起伏 贤惊河道 你是何人 为何对我等出手 眼前这人 距他最近 而且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令得他心中一阵忐忑 远处的唐庆 也是颇为吃惊 迎越武帝 玄化 贤大吃一惊 急忙纵身而起 一下子在海面上 退开了数百丈远 他虽身为妖族 但天舞界下 十大封号武帝的名号 像是惊天伟帝一般 如雷贯耳 咦 你认识我 玄化 看了唐庆一眼 手指在脑门上转圈圈 沉思道 好眼熟啊 怎么一时间 想不起来你是谁了 唐庆的脸色阴沉的厉害 重重的哼了一声 自己身为红月城之主 天下七大宗主之一 对方竟然说不认识 这是赤裸裸的蔑视 哎哟喂 真是想不起来了 不好意思啊 玄化眨了眨眼 但是人嘛 不能无名无姓的 我就叫你张三好了 唐庆气得脸孔发青 若非对方是封号武帝 怕是早就冲上去拼命了 而现在冲上去 不是拼命 那是送命 词面色警惕道 原来是封号银月的武帝大人 不知出手拦下我们 是什么意思 玄化将弓拿了下来 一下就消失在手中 不远处的几名妖族 被他拿弓的动作吓了一跳 不由得退出数十丈远 随后看见弓箭消失 这才羞怒不已 玄化笑道 没什么意思 我是在这幻境里 转悠了几天了 什么鬼人都没有遇到 好不容易见到一些活人 激动得紧 话说 你们怎么都长得这么奇怪呀 众大妖都是脸色沉了下去 对方明知故问 分明就是故意找茬 而蔑视他们妖族 慈冷冷的说道 在老朽眼中 玄化大人一样长得很奇怪呀 若是没有其他什么事的话 就请让开 别挡到 玄化道 反正我也是左右没事 就跟着你们一起进去看看好了 我昨天便来到了这个大殿前 只是不敢进去 现在正好 求待 慈正道 玄化大人 你再开玩笑吧 玄化眨巴着眼睛 满是无辜的样子 怎么就开玩笑了 若是你们不肯戴的话 我就自己跟上好了 几位请吧 你们走你们的 我走我的 亲寒深说道 慈大人 他分明就是在故意找茬 不如大家一起出手 将他杀了 也好灭灭这些人类的威风 贤也是眼中冒出寒光 黑一声说道 若是能杀掉一名封号五弟 那也不枉此行了 其余几名大妖也是突然一下散开 众人呈星罗旗步之时 将玄化围在中间 准备随时出手 此的目光也变得清澈起来 转头道 商大人 你拿主意吧 贤和亲眉头一皱露出 十分的不满之色 但现在大敌当前 也就并未表露出来 好